大家好,我是大叔Pizza 今天要介紹的是全新秋池 韓龍兵擊之精 台辦將於3月26日上架 今次這位全新英雄不是SSR 亦不是SP 而是LLR 這個LLR除了名字之外 和職業投票的顏色之外 還有什麼分別呢? 大致上可以說是沒有分別的 不過這個冰龍女王的總兵總修正是115% 比一般SSR的100%為高 有不過,其實再之後的版本尤里爾和泰蘭提爾 都莫名給了105% 以往我們沒那麼少看 可能只是一些軍師類型的英雄 就好像維拉這些體質推弱的那些 才會擁有高兵修 現在感覺這個遊戲的數值都來得都隨便了少少 但其實如果你技能設計得有趣的話 我就沒什麼所謂的 說句老實話 對於紫是玩PVT的大叔來說 其實真的沒什麼影響的 不過對PVP玩家就可能 希望紫龍可以看到這個抱怨 你考慮一下是沒有上條基礎數值以外的手段 好,那我們步入正題吧 先直接回應這個影片的主題 正值得抽先 PVP玩家 它可以群體魂圓 有極強的控場 三絲攻擊可以打贏的同時 亦都可以傳送自己和隊友上前線 抽爆 PVE玩家 以上的優點 其實在PVE就未必太經常用得著 但它的天賦 鶴切骨寒意 是可以使到敵人生命外傳屬性降低20% 這一點令它對著BOSS有很大的優勢 一來沒有自爆的壓力 二來它的傷害都會很可觀 未至於一個抽爆的角色 但仍然是相當值得去抽的 這個抽詞 就跟維坦 聖角者 神降者 都是一樣 都是一個單人限定詞 這類單人限定詞 是非常之適合新玩家去抽的 因為即使你抽歪了 沒有中到冰女王也好 系統都會送你10塊 或者15塊冰女王的碎片 你滿了60塊 就可以直接召喚冰女王出來的 所以新手的你 你很可能就是會賺了一個 歪了的新入手英雄的同時 亦都賺了冰女王的碎片 單人限定詞的相關機制 就不是一個詳述 如果你是一個新加入不清楚的玩家 這裏影片下方都會有一個講解 另外有碗畫碗 影片開始的時候 抱怨了冰種修正的數值問題 罵完之後其實也想讚一下 冰女王的基本解鎖條件 是相當之友善的 這位全新的LLR英雄 是不需要任何英雄幫他解鎖的 自己解就OK了 無論對老手或是新手都一個非常好的安排 這條件暫時就不會在她的天賦、技能等著墨太多 稍後會令有影片詳盡解構 最後就要補充多一點 之後的秋池預算其實我們一點都要考慮一下 台版的我們就有未來眼 冰女王之後有注目的泰蘭提爾和塞尼塔 他們分別是一個5.0時代的坦克和5.0時代的全能寶師 兩位都是攻守兼備 強度是相當之高的 純PVE的角度來說 有他們是會輕鬆很多很多 但大叔可斷言 不是必須 而且這兩位新英雄都要用上較新的英雄去解鎖基本 對於預算不多的玩家可能要看少少運氣 但至於吳卡經部的冰女王 我們可以看得到在這方面的優勢真的會大很多 好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大叔的頻道 請comment,like,share 祝大家手工順利一發入運 如果你想代抽的話 就請到Facebook 蒙華模擬戰研究所思信大叔 我們下次見 拜拜